有一个赤鬼和一个轻鬼 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为了满足赤鬼和人做朋友的愿望 轻鬼扮演了坏孩子的角色 然后就离开了 漫长的时间过去 赤鬼终于成为了人类的朋友 他的心中也萌生了带轻鬼回家的想法 赤鬼并不知道轻鬼去了哪里 他为此翻过了最高的山 渡过了最宽的河 他找到了很多轻鬼留下的痕迹 但找到的痕迹越多 赤鬼越是确信 轻鬼在刻意躲藏 赤鬼学习轻鬼的做法 在荒野留下了一封信 阿青 我交到了很多新的人类朋友 我们马上要举办一个盛大的聚会 我想邀请所有的好朋友参加 当然也包括阿青 你不用来见我 只要在暗处看看就好 青鬼悄悄地回到村子里 躲在聚会的暗处 他看到丰盛的美食和温暖的篝火 心生向往 但即便机场落路 青鬼还是铭记当时的约定 只在远处旁观 而赤鬼竟突然出现在青鬼的背后 吓了他一跳 你终于回来了 来吧 该想他们介绍你了 我最好的朋友 我最好的朋友